大家好,我是小白 这段时间来自司马老师 关于联想的七个视频系列 让我们大家对于联想的笔注末法 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很多自媒体朋友对于资本 对于部分企业的一个道德的批判 更是进入了一个跟风式的一个追捧 其实司马老师包括更早的 小心滚雪球朋友的 还有很多新的视频 可能我比大家看的还要早 最近有很多朋友留言和私信我 让我来谈谈联想 谈谈联想的问题 为什么我一直没有做视频呢 更多的是我觉得 现在大家对于联想的灵魂的痛击 已经有些偏离初衷了 现在需要的反而是冷静的一个思考 而当下这种环境 对于理性的谨慎的思考 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一个包容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听完这期视频 看看评论 看看留言 大致就能明白我所说的意思了 同时作为一个在中美不同的科技企业 工作了快十年的老员工 我看待联想的方式 可能与主流的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 也希望大家对于这期视频 谨慎的观看 Web Talk 我们把复杂性摆成一摆 首先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 华为与联想 两家在IT领域具有代表性的企业 同样是1980年成立的 87年联想 成为了目前中国科技的中流砥柱 受人尊重 为什么84年成立的联想集团 如今却出现了市场萎缩 管理层腐化 跟不上时代的情况呢 这里我就要提出我的第一个观点了 虽然我们看到联想号称自己是一家国际企业 但是呢 你这俩却是一家 更像是中国传统管理方式的家族企业 而华为呢 没有主动宣传自己的国际化的属性 反倒呢 华为啊 则是更像一家美国管理方式的中国企业 这句话大家可能听得不太舒服 但是呢 事实就是如此 我们都知道 在2014年12月份 联想以17.5亿美元 买来了IBM的个人电脑业务和品牌 成为当时我们国人的骄傲 让联想正处了光鲜的面子 而大家可能所不知道的是 认真非在1997年就亲自前往美国考察IBM 并写下了著名的 我向美国人学什么的文章 实际上呢 华为早在1998年开始 就与IBM有合作了 先是在1999年的2月份 花了5000万美元 既没有买了设备 也没有买到品牌 而是买了一个叫做IPD的流程 之后呢 华为更是先后花了4亿美元 向IBM学了管理制度 人力资源 项目管理流程 IT工具 供应链管理等等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 认真非为了让美国顾问 能够在华为安心工作 为IBM们顾问 还专门画出了一个半层的 一个写字楼的一个空间 专门还配备了标配的美式的咖啡机 冰箱和微波炉 还有一家美式的一个下午茶吧 认真非甚至还把整层楼的卫生机 重新装上了美式的马桶 为什么我要说这些细节呢 实际上呢 华为通过虚心的学习 实施在地的交学费 向IBM学到了4点东西 第一点 保持技术的路线 第二点 以客户的价值观作为导向 第三点 强化服务 追求客户的满意度 第四点 把精力集中在优势产业 我们可以看到 这四点学习比较 至今还刻画在华为的企业基因里面 而联想花了十几亿美元 买到什么呢 只买到一个叫做ThinkPad的品牌 一个面子 一个通向 国际企业的一个牌子 这里我简单做了一个 联想与华为海外分支机构的对比图 可以清晰地看到 华为走的是技术路线 更加注重增强技术上的一个竞争力 而联想则是走的贸易路线 更加侧重于营销推广和渠道开发 为什么我要做这个对比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联想现在的问题 我们朋友们习惯于是认为 是联想管理层的问题 联想管理层的个人的品德 而更加深层次的 实际上这是一家企业的管理制度的问题 管理方式的问题 企业价值观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联想组织会如此换上 薪酬体系会如此的随意 业务线会如此的腐败 现金储备与负债率会如此的严重 可以说联想更像是一家 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一家落后的企业 而华为则更像是一家 更像美国高科技技术公司的 技术主导型的企业 甚至可以和大家这么说 神势类似联想的企业 在我们国内绝对不只是联想一家 还有很多很多家 我经常听到我们国内的科技技术老板 喊话要向华为学习管理 要学习华为的狼性文化 但是呢 自己却是在做着倒卖土地 骗补贴 蔑视研发 任人唯亲的事情 这种人太多了 这样的老板太多了 我们要把这样的老板 全部都拖出来灵魂拷问吗 我觉得既没有必要 也不需要 我认为历史的问题 就要历史去解决吧 我们思考的应该是更加深层次的一个问题 我们要思考 曾经的环境 为什么就产出了像联想一样的企业呢 这种事情怎么去杜绝呢 为什么这种事情语见不鲜呢 未来我们要采取怎么样一个制度 去杜绝这种事情在这发生呢 未来我们要去创造 怎么样一个有效的环境 有足够的包容性 出现更多的像认真非一样的企业家呢 一个怎么样的商业与政策上的导向 如何去做到有效的一个复制的一个作用呢 出现更多的华为呢 这才是我们应该去思考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 科技企业的本质是什么 我认为科技企业的本质 或者说能够称之为科技企业的本质 一定是创造增量 所谓的创造增量有几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能够给社会带来新的价值 这个价值不只是在产品上面的 而是对于整个产业上有新的提升 从技术 从认知 从范式上的一个提升 第二个方面 创造增量一定不是一个简单的负质 简单的负质已有的科技 国外已有的产品 通过简单的压低成本 甚至是降低质量再卖出去 天天喊口号 我比友商更便宜 这种旗只能叫做贸易商 还配不上科技二字 第三点 创造增量 一定是创造新的需求出发的 并且配备好足够的一个商业化的可能 iPhone之前 我们能够想象智能手机的时代是什么样的吗 5G之前 我们能够理解万物互联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吗 特斯拉 蔚来 比亚迪出现之前 我们能够知道电动车能够有这么多的可能吗 新的需求加上商业化的实践 这才是科技型企业需要做的事情 不得不承让 联想这样的企业在过去的历史中 我们曾经需要过它 它也曾经辉煌过 甚至我可以和大家这么说 在整个商业历史上 这样的企业太多了 任何产业随着整个社会需求的一个变化 产业大环境的变化 甚至是人口结构的一个变化 都会出现交替和更迭 百年起它毕竟是少数 更多的是滚滚浪涛后的一个退波 退潮 斯科 HTC 贵普 东兹 包括即将拆分的通路电器 曾经辉煌过的光学霸主尼康等等 这些都是曾经的科技巨头 它们跟不上时代 没有创造新的增量 都会随着市场的这双无形的手 逐渐缩小规模 逐渐被客户所抛弃 被时代所抛弃 甚至是关门倒闭 退出历史的舞台 我想说 联想现在不是正在经历着这样一个历程吗 现在联想整个港股的市值也就900亿 还比不上一些初创的一些企业 市场并没有给联想特殊的一个照顾 我年初做了一期关于互联网的视频 分析互联网整个行业即将迎来寒冬 同样是一个道理 互联网企业 平台型的企业 已经无法给整个社会创造增量了 不管是政策导向也好 还是整个市场的风向也好 互联网企业需要现在沉下心来 谨慎的思考了 联想是同样一个道理 联想的高光时刻 是中国刚刚加入WTO的一个大背景下 中国企刚刚融入全球分工的一个体系的阶段 我们有高效的一个低廉的劳动力 也有13亿的一个大市场 而现在中美经贸争断加剧 科技竞争加剧 需要的反而是产业升级 需要的是经济结构的一个转型 需要的是科技的立身的动力 时代不同了 需要的企业也不同了 与时俱进这是个字 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品质 对于企业来说更是如此 最后我想说 对于联想来说 这次声讨事件 可能是一个气息 可能是一个分水岭 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对于管理层来说 反思是有必要的 同样改变也是有必要的 苍蝇不叮如缝的蛋 只有改变才可能有更加好的一个明天 这里我想整个评论区已经由网友开始留言了 说我是不是在给联想洗白 首先像我这种几万粉丝的小up主 联想根本看不上我 另外在我眼里 像联想这种企业就是一个贸易型的企业 基本上在我的列表里面就是一个垃圾贫瘠的范围 它的业务我不关注 也不屑于关注 说白了我也看不上它 并不存在任何的洗白 但是呢 为什么我还是要强调 看待联想的事情呢 我们需要谨慎的理性的看待呢 一方面 我认为科技从业人员 一定要有自己的定义 不管是左还是右 我们的世界观呢 一定要是开放的 科学的 独立的 有深度的 不能被眼下的情绪 忽略了事情的本质 另一方面呢 我认为 对于企业的反思 不应该是建立在个人的道德评判上的 而是需要用建设性的一个视角 理性的去思考未来 也许你以为的气氛填膺 同样也可能是一些博主的 财富流量的一个密码 而往往这些气氛填膺 并没有给我们的商业环境 带来更多的专业 更多的 有思想深度的一个改变 而往往只是为了气氛而气氛 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一种宣泄 我不希望大家被利用 这是我今天所有想说的话 最后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而又充实的周末 我是老白白白talk 我们把复杂时间摆清白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 也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 我可以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大家的留言我都会去看的 那么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